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爱尔兰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期间寻求加强联系 中国的人口正在减少 经济也在失去竞争力 尼加尔、苏米特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上为印度创造了历史 而他的下一位对手上俊成也为中国创造了历史 英国兄弟因盗窃价值数百万的明代文物而被判入于三年 如果美国失去了新墨西哥州 从中国2023年人口数据中得出的六个要点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爱尔兰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期间寻求加强联系 美联社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尔对中国总理李强表示热烈欢迎 表示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爱尔兰仍希望与中国建立强大而建设性的关系 李强和瓦拉德卡尔在双边会晤后发表了乐观的言论 李强表示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瓦拉德卡尔表示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等挑战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全球作用 过去五年间 爱尔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 双方都希望增加投资 瓦拉德卡尔还表示 中国将很快重新开放市场 恢复对爱尔兰牛肉的进口 此前由于疯牛病于2018年11月暂停了进口 中国的人口正在减少 经济也在失去竞争力 经济学人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 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 GDP以美元计算也出现了萎缩 人口下降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导致人口规模变小且老龄化 然而 中国仍然面临着年轻劳动力就业困难的问题 青年失业率仍然较高 中国经济已实际增长5.2% 达到了政府的目标 但整个经济的价格普遍下降 通缩压力成为一个关注点 尼加尔 苏米特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上为印度创造了历史 而他的下一位对手上俊成也为中国创造了历史 CNN 印度网球选手Sumit Nagel成为11年来 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上获胜的印度男子选手 他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Alexander Boblick 并获得了11.8万美元的奖金 Nagel在世界排名中的最高排名为122位 他希望看到更多印度选手在单打比赛中 机身顶级运动的行列 中国的上俊成是Nagel的下一位对手 他是中国男子选手中第一位在公开赛时代 赢得单打比赛的选手 两位选手都从未进入过大满贯赛事的第三轮 英国兄弟因盗窃价值数百万的明代文物 而被判入于三年 南华早报 两名英国兄弟 路易斯和斯图尔特 阿赫恩 因从日内瓦的一家博物馆盗窃中国明代文物 而被判处三年半监禁 被盗物品包括两个花瓶和一个杯子 价值约300万英镑380万美元 斯图尔特 阿赫恩通过在现场发现的DNA与犯罪有关 并被发现将被盗物品开车带回英国 在伦敦进行的一次博物品牧民进行动中 警方安排购买了其中一个被盗花瓶 从而逮捕了这对兄弟 参与试图出售被盗花瓶的另外三名个人也被判刑 其中一件失踪的文物 一支明代酒杯尚未找到 如果美国失去了新墨西哥州 从中国2023年人口数据中得出的六个要点 南华早报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的人口在2023年减少了208万 这是连续第四年的下降 该国总人口现在为14.097亿 人口下降是由于出生率下降所致 2023年母亲生育了902万婴儿 比去年下降了5.6% 这导致了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出生率 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增加 2023年有1110万人死亡 比去年增加了69万 劳动年龄人口也出现下降 2023年16至59岁的人口为8.6481亿 低于2022年的8.7556亿 然而城市人口增加了近1200万 2023年达到9.3267亿 然而经济学人智库预计2024年出生率将反弹 但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适龄妇女数量减少等因素 下降趋势预计将继续 报告指出 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应对 中国要复制日本的稳定生育率将面临挑战 通货紧缩真的是中国的下一个重大出口吗 金融时报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至0以下 加深了其经济问题 尽管这有助于降低其他地区的通胀 但美国银行指出 中国出口通缩这一说法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明确 中国的进口价格下降 但这并不是美国和欧洲进口价格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此外 中国的进口只占美国商品消费的不到5% 而商品只占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约40% 威尔士王菲凯特因腹部手术住院 南华早报 据肯兴顿工的一份声明 威尔士王菲凯特已经成功进行了计划的腹部手术 预计将在医院住院两周 这位42岁的威廉王子的妻子 于周二被送往伦敦的一家私人诊所 声明称 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凯特身体不适 预计他将在住院10至14天后返回家中康复 据宫殿消息人士透露 这种病情是非爱性的 凯特的办公室表示 只有在有重要新信息要分享时才会更新他的进展情况 他在复活节之后才有可能恢复公务 特朗普支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 商人莫雷诺面临歧视诉讼 美联社发现 美联社 伯尼 莫雷诺是特朗普支持的俄亥俄州美国参议员候选人 他以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为傲 然而 美联社的一项审查发现 在他高端克利夫兰汽车经销商店出售之前 他面临了多起员工歧视的诉讼 2015年至2017年期间 有三起歧视诉讼在开后盖线提起 其中两起指控莫雷诺和伯尼 莫雷诺公司分别存在性别和年龄歧视 第三起诉讼中 莫雷诺没有被列为被告 但指控了伯尼 莫雷诺公司子公司 经营的一家经销商店存在种族歧视 3月19日 共和党初选的获胜者 将面对连任第三届的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 布朗 他是今年在分裂的参议院中 最脆弱的民主党现任参议员之一 布朗将他为劳动尊严而战的斗争 视为重要的政策和竞选优先事项 而莫雷诺表示 他参选参议院是为了支持 对美国工人和家庭有利的政策 美联社发现的 这三起诉讼都在庭外和解 任何解决协议的条款都保密 通常 这位协议会包含一项 禁止任何一方诋毁对方的条款 台湾是对民主的有利肯定 布林肯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日经亚洲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称 台湾是民主的有利肯定 并表示 这个自治岛屿在全球公共领域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布林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发表了这番言论 他祝贺台湾人民进行了自由公正的选举 这一表态遭到了中国的谴责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批评其他国家向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 发送祝贺信息 亚洲杯 巴勒斯坦足球队情绪高涨 德国之声 巴勒斯坦男子国家足球队的教练 马克拉姆答布表示 在亚洲杯期间 控制球人情绪很困难 因为这正好与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第一百天重合 球队的首场比赛是对阵伊朗 当他们打进第一个进球时 观众席上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 巴勒斯坦足球队从未赢过一场亚洲杯比赛 但他们在最后一场小组赛 对阵香港的比赛中仍然抱有希望 球员们意识到他们的运动 可能被视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手段 但对他们来说 它仍然具有真正的意义 脑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外交官 近年来 太平洋小岛国脑鲁 由于其战略地位和参与各种全球问题 而获得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脑鲁最近从台湾转向中国 使承认台湾的国家数量减少到12个 这一举动被归因于澳大利亚决定 终止对脑鲁有争议的移民居留中心的资助 这引发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 脑鲁转而承认中国也引发了对澳大利亚 进行类似于最近与图瓦卢达成的协议的呼吁 该协议允许图瓦卢人前往澳大利亚 以换取安全协议 此外 脑鲁通过任命其前总理 为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秘书长 以及推动通过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 ECE对深海采矿进行监管 而获得了地区影响力 总体而言 脑鲁由于参与太平洋紧张局势 深海采矿和澳大利亚国内政治 而增加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中国在经济重组方面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经济显示出复苏迹象 2023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约5%左右 官方公布的5.2%的结果 令分析师感到困惑 并凸显了李强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大力宣扬中国作为一个机遇之地 然而中国经济仍面临一些挑战 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价值链重组和国内经济重组 青年失业率仍然较高 反映了对私营部门的信心不足 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年仍将面临挑战 但保持约5%的增长率为 对长期前景持谨慎乐观提供了理由 挪威的Telenor希望在欧洲实现整合 首席执行官在达沃斯表示 雅虎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 希望看到欧洲电信行业的整合 首席执行官Sigal Black表示 尽管Telenor目前没有任何具体的整合计划 但Black表示 欧洲大陆的电信市场过于分散 人们对此越来越有这种感觉 Telenor一直在重组其亚洲业务 并最近将其巴基斯坦部门 出售给巴基斯坦电信公司 美股下滑 国债收益率数据对大型股票造成打击 雅虎 1月16日 随着国债收益率上升和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 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美国股指下跌 标普500指数跌至一周多来的最低水平 而道琼斯指数跌至近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苹果 亚马逊和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等科技股 遭受了1.3%至2.2%的损失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是中国和爱尔兰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期间 寻求加强联系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尔表示 希望与中国建立强大而建设性的关系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也在过去五年间增长了两倍 这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和投资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人口减少和经济失去竞争力的报道 中国的人口正在减少 而且经济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比如通缩压力和年轻人就业困难等 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挑战 然后是关于印度和中国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上创造历史的报道 印度选手Sumit Nagel成为了11年来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上获胜的印度男子选手 而中国的上俊成也成为了中国男子选手中第一位在公开赛上获胜的选手 这对于印度和中国的网球运动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还有一则关于英国兄弟因盗窃价值数百万的明代文物而被判入狱的报道 这两名英国兄弟从日内瓦的一家博物馆盗窃了中国明代文物 被判处了三年半监禁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人口减少的报道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的人口在2023年连续第二年下降 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挑战 还有一则关于中国的通胀问题的报道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这加深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困难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威尔士王菲凯特住院手术 特朗普支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面临歧视诉讼 台湾被称为民主的有力肯定等报道 最后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